這邊先上一段打王的畫面 120層大迷徑 操作不是很好,這遊戲還算是新手 分享一下這個 這季熱門的塔拉夏隕石流 打王的速度還是非常快 很適合衝高層 這邊是裝備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 塔拉夏套裝 以及一些增傷機制 然後這邊是技能的部分 還有卡奈魔方的部分 這邊是主要兩個的保命機制 一個是這個雷環 電到15米外距離的敵人會減傷 然後還有這個傳送速 會選擇安全傳送 傳送之後會傷害降低 盡量常駐 然後後面開始就是實戰的部分 操作還是比較新手 所以大家就看看就好 還是蠻推薦想要爬高層的人組 這套留開的 好 那在打的過程中 要一直保持著 下面這四個元素增傷 以及 暴風護甲的 減傷BUFF 還有傳送速 盡量能施放就施放 來獲取減傷 因為高層的怪 打人實在是非常的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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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好 好 咦 你不敢攻擊我 再等一下 你不敢攻擊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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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민 怎 就 有 不是 就是 我還得給他好 还没准备啊 然后这边也不知道是奶跟金不对 直接往王的脸上闪现过去 直接送头 不过没关系,失误难免 这边再开一次buff 然后叠4成元素之后 然后站在比较远的距离 触发暴风护甲的减傷buff 就开始疯狂砸他运石 可以趁那个元素加年华在秘术属性的时候 疯狂砸他,因为这个流派 陨石的属性是秘术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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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